惠民的選情相當穩定 那我們也希望能持續的加溫 在各地 昨天是桃園的募款餐會 今天是惠民 那接下來總部開幕 我相信實在立案會請草而出 我們對我們區域的選情 跟未來不分區的看法 都是相當樂觀的 未來在立法院內 四黨不過半 實在立案會扮演更關鍵性的力量 那惠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期待他在未來的立法院 過去四年黨團主任的經驗 其實絕對夠資格當個立委 那我期待他未來的立法院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